欢迎来到本期的诗词解读 本期节目我们要走进的是一首看似平凡 却充满深意的唐诗 唯应物的《秋叶寄秋缘外》 这首诗没有任何生辟字 简洁如画 却让人读后久久回味 唯应物以五颜古诗的成就著称 被誉为五颜长城 他用最朴素的语言 写出了最幽远的意境 作为中唐时期的代表诗人 他语王为孟浩然 柳宗元并称王孟为柳 诗风冲淡弦远 清雅自得 今天 我们将通过这首《秋叶寄秋缘外》 来感受唯应物如何用简单的字句 传达出秋叶的静谧 有人的思念 以及深藏心底的孤寂 让我们一起进入这片文字的清凉天地 体会诗人心中的那份宁静 与回味无穷的情感 唯应物的《秋叶寄秋缘外》是一首《无论从语言》 意境还是情感上读几句代表性的五言古诗 他不仅仅是唯应物诗风的一个缩影 也体现了中唐诗人追求自然 平淡的美学趣味 原文 秋叶寄秋缘外怀君主秋叶 散步永凉天 空山松子落 幽人阴未眠 一文 秋叶我怀念你 正值着凉爽的秋叶 我独自散步 隐涌着清凉的天空 空旷的山中 松子纷纷掉落 我想到寂寞的友人你 应该也没有入睡吧 唯应物是唐代著名的诗人 生于西元737年 足于西元792年 自正字 因曾做过苏州刺史 故人称为苏州 他语王为 孟浩然 柳宗元并称王孟为柳 是中唐时期 隐意诗派的重要代表 唯应物的诗作 风格清淡自然 多以写景抒情为主 注重通过细腻的笔触 表达内心的感情 因此他的作品 常被誉为冲淡嫌缘 体现了古代文人 对淡薄明智 宁静致远 精神境界的追求 秋叶即秋元外 这首诗写于唯应物晚年 诗中的秋元外 据史料记载 很可能是唯应物的好友 秋中庸 两人相交甚笃 诗人通过对秋叶的描绘 将自己对有人的思念 表达得淋漓尽致 诗中的情感 看似平淡无奇 但却充满了深刻的寄托 这也是唯应物诗歌的一大特点 表面上简洁清淡 诗则意味深长 赏悉 一 怀君主秋叶散步 永良天诗的开篇便直入主题 用怀君两字 点明了这首诗的感情和心 诗人通过一个简单的怀字 表达了自己对有人的思念 而属秋叶则进一步点明了时间 选择了一个富有情感渲染力的时刻 秋天的夜晚 秋叶本身就带有几分清冷与孤寂 与思念之情完美契合 散步永良天一句 不仅描绘了诗人在夜晚散步的情景 还通过永字暗示了诗人内心的抒情状态 诗人并没有急于表达思念的苦楚 而是选择了在散步时 饮永秋叶的清凉与宁静 这种显示与自我抒发的管道 正是唯应物诗歌中 所体现的冲淡闲远的风格 他的情感是内敛的 并没有直接倾诉出 对有人的深切思念 而是通过散步和引勇的动作 传达出一种悠然自得 却又暗含感情的意境 二 空山松子落 幽人音未眠 接下来两句则是对秋叶景色的进一步描绘 同时融入了诗人的主观情感 空山松子落一句以空胖的山谷为背景 表现出自然界的静谧与孤寂 松子从树上掉落 虽是一个寻常的景象 但在诗人笔下却充满了细腻的描写与深远的意境 这种微小的变化 恰恰与诗人内心的情感相呼应 仿佛每一颗松子的掉落 都在映衬着诗人心中的落寞与惆怅 幽人音未眠 则是诗人对有人秋缘外的推测 通过幽人一词 诗人将有人描绘为与自己心境相似的人 同样在夜深人静时独自感受着秋夜的孤寂 音未眠不仅是对有人状态的猜测 更是对二人共鸣的表达 唯应物没有直接表达自己的不眠之苦 而是借助有人的形象来反映自己内心的孤独 这种含蓄的表达方式 使得全诗情感内敛而又深刻 正是唯应物诗歌艺术的精髓所在 三 诗风与艺术特色 唯应物的诗以五谷最为著名 他的五颜诗在唐代有着极高的地位 被誉为五颜长城 五颜古诗的特点在于简洁凝炼 讲求意境和内涵 唯应物的诗风平淡朴素 不追求华丽的词枣 而是通过最普通的字句描绘最深的情感与意境 秋叶及秋原外正是这种风格的代表作之一 全诗没有复杂的修辞手法和晦涩的词汇 几乎都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常见的字词 然而正是这种平凡的字句构成了诗歌独特的魅力 这种平淡之美 源自于唯应物对生活的细腻观察和对情感的深刻理解 这首诗通过秋叶的景色来表达诗人内心的思念 虽然字面上只是描述了松子落下 幽人不眠的场景 但其背后的情感却深邃悠长 唯应物并没有直接宣泄自己的感情 而是通过景物的描写和对友人状态的推测 将自己的内心世界与自然景色巧妙融合 形成了一种含蓄而幽远的表达方式 四 情感的传达与共鸣 这首诗的另一个特点在于它的情感传达管道 唯应物通过对自然景色的描绘 将自己与友人的孤独感联系在一起 在诗中 诗人并没有直接表达自己的孤独与思念 而是通过推测友人未眠的状态 来侧面反映自己内心的感受 这种表达方式 不仅让情感更为含蓄 也使得读者能够从中体会到一种细腻的共鸣 诗中的空山与友人两个异象 也进一步强化了诗歌的情感氛围 空山代表了诗人所处的环境 象征住广阔而寂静的天地 而幽人则象征住诗人和友人同样的内心状态 二人虽远隔千里 却在这一刻通过秋叶的孤寂达成了心灵上的共鸣 这种人与自然的交融 情感的共鸣 是唐代诗歌中常见的主题 也是唯应物诗歌的一大特点 总之 唯应物的秋叶祭秋原外 是一首充满诗情画意的五颜古诗 虽没有一字一句的豪情壮志或深沉悲痛 却以其平淡 简朴的字句传达出了深刻的情感 诗人通过对秋叶景象的描绘 表达了对有人的思念和孤独感 读来让人回味无穷 唯应物的诗风平淡清雅 不追求华丽的词枣 却能够在最平凡的字句中 蕴含无限深意 这种冲淡显远的风格 正是唯应物被誉为五颜长城的原因之一 并不追求华丽的风格是一种冲淡的风格 我们这种冲淡的风格是一种冲淡的风格 所以我们要试图了一种冲淡的风格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